今年的春节假期 从后天就要正式开始 但是在整个的旅运上面 从前天开始是第一波的高峰 那预计在农历年 也就是农历年过后的初四初五 会是第二个高峰 我们从前天开始 整个机场的运量 总人数大概都超过了11万人次 对于机场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拥挤的 在这里我想提醒 所有的民众和搭机的旅客 请您到机场来之前 先要检查你的旅行证件 不要有任何的疏漏 耽误了您的时间 另外在空中交通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工程的部分 在航务管理的部分 这些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在地面运输 也就是您要到机场来 或者是要离开机场的时候 请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路况 从机场的官网 APP 或者从交通部 相关单位的资料上面 您都可以查得到 我们在这边要特别呼吁各位 尽量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进出机场 那另外 您如果一定要自己开车进来的话 我们机场 各个停车场都有30分钟 免费停车的服务 请您多多加以利用 不要再路员停车 这样子的话 会使整个的航下周边的 交通状况打结 那另外到达机场以后 请您尽量利用网路报道 和自助报道 可以省却您很多排队的时间 现在在移民署和我们机场公司 共同合作的自动通关 都已经使用得非常顺畅了 您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 在还没有到机场来之前 或者到机场来以后 用双证键完成登录手续 这样子每次入出境 您的通关时间 在证照查验上面 大概只要花12到15秒 就可以完成